中新网11月25日电剧外媒报道 自从1996年有了可以预防甲型肝炎的疫苗以来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正发生最大规模的甲型肝炎人与人之间传染 迄今加州已发现了600多个病例 其中21人死亡 加州公共卫生部说 大部分感染甲型肝炎的人是无家可归者 和在卫生状况不佳的地方使用毒品的人 洛杉矶市区附近有一个流浪人口聚集的地区 最近一项调查显示 那里的卫生状况低于联合国的难民营标准 根据联合国标准 每20人应有一个公共厕所 分析人士说 糟糕的卫生状况成为甲型肝炎病毒流行的温床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